它是一個標準尺寸 再來這一件不能拆 它就是吊帶褲 那它非常修身 我跟你說 它的版型是舒適正常 所以你穿起來不會這樣背住 我跟你說你看它的彈性多好 然後它是全長的褲長 所以呢 160我穿起來是這樣 全長 170 太好了你絕對要買 150你可以反折 一折或兩折 那又已經教大家了 然後呢 這邊的扣環啊 你都可以調到你自己 適合的長度跟位置 我穿的是S號 然後我自己覺得非常標準 然後這邊剛剛講的啊 它都是鐵滑 你可以自己調整到你想要的長度 前面呢 它做了很可愛的這個小口袋 我覺得這口袋很精緻耶 它就是一個很迷你的口袋 然後這邊呢 它其實是一個造型 有點像小叮噹的肚肚的感覺 然後側面啊 就是做這種三顆扣的 但是你不用擔心完全不擠肉 因為你看妞妞 它有很多空間可以去曬衣服 然後呢 有小腹的人全部藏在這個裡面 好 然後後面的話這一次 它是不能拆的 所以它做一個Y字型 蠻經典的一個吊帶褲的版型 屁股呢 我覺得完全沒有到很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屁股會這樣背住 因為穿吊帶褲最害怕的 其實就是屁股 因為你的衣服藏在裡面 你沒有任何的衣服 可以蓋住屁股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好的吊帶褲 不怕人家去做比較喔 就是我覺得 我穿起來 我覺得屁股很修身